基本上我的觀眾是一定有在關注的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刷刷遊戲的愛好者 這一款叫 2月13 App Store、Google Play然後Steam都可以下載 不是2月13開始下載 現在已經可以載了 Right Now你已經可以去下載了好不好 他技能蠻特殊就是 這遊戲沒有什麼訂定的職業 他並不是說我選了一個什麼戰士 我就是近戰哪些技能可以點 在這個盤子上面 技能跟這個符文呢你都是可以自己去配的 你可以把你的角色完全配成一隻廢物 你什麼那麼可以塞 把它塞成亂七八糟也可以 但是呢反過來呢 你也可以就是好好的調配 然後玩出自己的這個風格 或者是把它捏成你想要的樣子就對了 像他這個是六角形 他每個都是六角 他這邊是紅色那你就可以連紅色的過去 這邊也可以連紅色 這邊可能就要連綠色 然後就QWER跟右鍵可以放 你也可以放基本攻擊 就都可以看你要怎麼放 總之就是他自由度蠻高的 你可以自己配一配 或者是你依據你打到的 拿到的什麼東西去想一下 你到底應該要怎麼去配 要貼心提醒一下 現在還沒到很那個的地方但是 遊戲必須要18歲以上 才能遊玩喔 雖然我的聊天室應該都沒有了啦 18歲第二輪差不多啦 差不多差不多 我們拿到新獎勵了 像這個半月斬吉他這邊六角形嘛對不對 他左邊跟左下也是紅色 然後這個是擴散射擊 他左邊就有寫說必須要用弓 啊我可能就不拿 我可能想要拿近戰這樣 那這個也可以用使用所有的武器 但是他是藍色綠色這樣子 但是你選擇紅色呢 代表他紅色也可以連接到我剛剛的符文那邊 所以一個符文兩個技能享受 大概是這種感覺 這個我就可以把他放到這邊 他就也有連到 所以他也會享受這個攻擊傷害增加的符文的好處 然後我也可以把這個放這邊 然後這個放這邊 反正他們兩個這邊都黑的 沒辦法連東西 那就乾脆就相淋吧 就是你要去想一下海法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好耶 我升級了 那我可以做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 黃道宮視窗 敏捷可以幹嘛呢 加命中又加迴避 然後這是生命 看你要怎麼發展 按下按鍵也可以重置 喔隨時 重置是不是 那我一定要敏捷一番的啊 點爛 半月斬 喔好耶 半月斬 半月斬 半月斬比較好用 半月斬範圍比較大 看有沒有什麼裝備可以穿 好像是沒有耶 這個 這個感覺比較厲害 不能用招數了 欸 欸欸欸欸 欸欸欸 嘿嘿 欸 欸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可以了可以了 欸等一下研究一下 剛剛的槌子怎麼會這樣咧 喔他是盾氣 然後我們的技能 他就是要用劍跟斧頭啦 所以這兩個都 都沒有辦法 那那個磅子 目前沒有任何技能可以使用 黃道宮又可以點了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點這些啊 大大們 這邊應該是 主要你可以使用哪些 裝備的一些 需求吧 比如說他會要你什麼 智力十五 那我就不能拿 這樣子 喔他所消耗的不一樣 這個是要這種 所以這些是 這個藍色點數就 就開了 可是前面我們 拿到這個 黃色三角形的時候 就只能點這邊 這樣子 在玻璃這邊 可以買符文啊 剛剛是不是覺得旋風很棒 是不是可以買 這種感覺就是 清怪的這個感覺很讚 旋風後面任務有送 等不及了等不及了 我現在就要買 早買早享壽 然後我們直接裝旋風 等一下就可以用 好不好 旋風也是要連紅色的 那就 這個擺這 這個擺這 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裝備 附魔 磁碎機率 你就有可能拿到 磁碎 搞不好可以加攻速 對不對 欸 穩了吧 又加敏捷又加攻擊 剛好是我要的 好像可以 就這樣 然後 剛剛實裝看一下就沒看了 我們多看一下好了 武器 這麼亮嘛 兄弟 戰士單手劍 雙手劍 偵察弓卷 做夢的月之短劍 可愛哪 哈哈哈哈哈 哇塞 太謹慎了吧 有一個大輪在後面啊 這個也太誇張了吧 有一個大輪在後面啊 一定要 一定要那麼誇張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那是寵物喔 哎呦 蘭姆B 盧 你才盧啊 但這蠻可愛的對不對 都蠻可愛的 都蠻可愛的 OK 哎呦 突然發飆 它現在是多平台 所以 像我現在用PC Steam就可以下載 然後你手機也可以 都是一樣的帳號這樣子 然後呢 遊戲也有支援手把控制 對它是手把友善的 OK 然後各平台都是免費遊玩的 那我要去哪啦 黎明山丘對吧 哎不是 我怎麼走回來了呢 我是露屍嗎 對我露屍了 等一下 好爽 啊走開走開 哎不對我有旋風斬了 我是有旋風斬的人了 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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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拉歐拉 可以開捲 有沒有 早點買就舒服起來了 邊走邊打人 我知道 我剛剛點到我自己的傳送門回去了啦 喔我在這個傳點前面開傳送門啦 門在這啦 哎呀 鬧事嘛 對啦 這裡就對了 這裡就對了 在幹嘛啊我在幹嘛啊 哎有斧頭啊 Level 3的斧頭欸 不行 我的技能好像 哎 可以用劍跟斧頭欸 這必須要用斧頭賺起來的吧 速度0.9就比較慢了 暴擊11 武器範圍240 然後還可以附魔持綴 我想我還是先用這個好了 回去附魔之後可能會好一點 哦 這是他們的大本營嗎 感覺要打一個王咧 太厲害了吧 I think we have a rat amongst us who could be peeping at our meeting so attentively 哇嗚 被發現了 哦他過場蠻帥的 開扁 哎沒有問題 啊啊啊啊啊 他有二階啊 等一下我的水還在CD D 不要緊張啊 嗚呦呦呦呦 劈不到欸好爛 嫩 嫩 太爛了 我想去附魔一下 那個斧頭 欸 欸 像這樣就蠻好的啊 DPS馬上升啦 變斧歌啦 好啦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總結一下吧 今天玩的是這個 2月13 這個遊戲是ARPG類型 就是動作角色扮演啦 就是動作角色扮演啦 所以你有等級要練 然後你有裝備要刷 去提升你的角色的威力這樣子 這個遊戲呢 他沒有那種自動練功啊 自動死法 所以他是這個手動刷刷遊戲啦 算是蠻經典的遊戲類型的 然後現在呢有活動正在進行 這個上市紀念簽到活動啊 這一個月你都可以去簽到 累積在線時間活動 啊你只要在線上1小時 就可以拿4個 新典活動 他每天都會有一些課題 然後你只要完成的話 就會送你很多東西 新玩家也有每日簽到 都會送你這個 大地元素 就是你可以拿來升你的符文 總之進來 看到亮亮的就給他領起來啦 大家剛進遊戲的時候 也可以在這個信箱 因為我領掉了 反正他的信箱有送東西啊 大家記得去信箱拿 然後呢最重要的是 這些系統呢不太懂的話 官方網站裡面呢 都有非常詳細的資訊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但我覺得這種遊戲 就自由度比較高的話 你就配個有趣的Bill自己玩玩吧 想用什麼技能就什麼技能 今天這個2月13日就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的就自己去玩齁 好感謝大家啊